大家好 每天都是好消息 今天我们说说来自于美国的一些事情 哎呀不容易 这一段时间最大的心态就是不容易 都不容易 这个话说出来我就贪一口气 特别不容易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都难 人啊我这一辈子怎么活到这把年底 看多了 真的是真不是一脑卖脑 就是人生真的就是 以前谁说的是联克讲的还是什么 就是挺住意味着一切 真的这句话太真实了 真正体会过人生旷位的人 真的能够理解这句话 挺住意味着一切 你看先说这个米国这边 哎呀爱国者不容易 你如果了解今天的人类的基本的格局 其实你如果是一个理性的人 是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人 真的你有一种想法 我是能够同情也是能够理解的 甚至某种意义上是能是 我也是认同的 就是爱国者没有希望 保守派没有希望 真的 所有的资源都在他们手上 所以我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 我支持很多个人去从另外的一个角度 比如从遥远的角度 从逻辑分析的角度 从这个有些人嘲笑我们的什么什么打鸡血的角度 说天书的角度去讲这些事情 因为你看不到一点点现实的希望 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魔鬼掌控 你知道吗 你真的看不到一点点保守派的希望 但是反过来你有没有发现 就美国的这些爱国者 他们依然没有放弃 你看这前几天 我看在这个佛东尼达 还有那么多的人开着他们的游艇 扯着这个我们家老帅哥的旗帜 在那里呐喊 多么让人感动 那时刻我真的是自愧不如 你说一个中国人的话 大多数人都已经去该干嘛干嘛去了 不要过日子 不要干嘛要hold住这口气 还要去都多久了 是不是 而且我们家老帅哥都说了 如果我现在是总统的话 那一次就说他已经成了 他现在不是总统呗 那你那你这些爱国者孩子 你扯着他这个旗帜 什么脑穿淫了什么的 你不觉得这很荒谬吗 是不是你是搞行为艺术呢 还是吃饱了没事干呢 是不是按照中国人的逻辑 就是你该干嘛干嘛 去生孩子呗 去赚钱呗 养家糊口呗 要面对现实呗 但是美国人不是这样 美国的爱国者不是这样 真的 我特别的感动 你看就第二个事情啊 你看现在这个全世界都被阿富汗的事情吸引过去了 美国的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好 大家都气死了 都关心另外的问题去了 已经不再有太多人关心这个法医师审计的事情了 但是从今天传来好消息啊 Arizona的这个参议院今天要公布了 而且这个数据吓死个人啊 现在已经有这个数据我看见了啊 这一共才印了一万多张票啊 现在已经有了发现的非法的选票就几十万几十万的 而且就一个线 你说全州该有多少啊 这时候你真的让人这个立马就把这个背就挺直了 就都还是有希望的啊 在黑暗无所不在的情况下 你能看你能看见希望 你能看见亮光 尤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希望亮光我们都不要谈了 你能看见美国的那些人 他们的那种坚守 近似于一种一种什么 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守 这才是人了 所以我为什么上来 我说我感慨了 就是说人活着真不容易 真的挺注意意味着一切啊 真的是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消息吗 我是觉得胜利应该是从Arizona开始的 我还是这么认为的 我依然充满了期待 我依然不放弃 什么我们都没有参与进去 我们只是一个看客 如果你作为一个看客 你都放弃 那你这辈子能成什么事吗 那什么事成不了 你看我看到这个第三个好消息 就是讲什么 他说老拜白书记去新泽西州去看水灾 那里不是有洪水比较严重吗 纽约都泡了是吧 新泽西也泡了吗 然后这个据说是有8100万人支持的这么一个人 在现场的话 真的是所有的旗帜都是老全盈 就是我有时候想想 这个美国的民情好有意思啊 真的是依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他们就敢举出这样的棋子 不是说你不是赢了吗 我就跟你举起来 是不是 不是你赢了 是老川赢了 真的 还有喊的 你不是在睡觉吗 瞌睡吗 回去吧 回去睡觉去吧 别来了 我们不需要你 还有说你把美国人留下 美国人以后把你留下 然后说你出卖了米国 哇 这些个标语 真是就 那个县城没有人欢迎他 全是在那里蹭他的 多有意思的一个国家 真的 多有意思的米国 真的让人真的是热泪盈眶 以前中国游局有一个词的 是一个很垃圾的词 永远爱过 永远热泪盈眶 这个词用在美国的 你真的是太合适了 真的是 真的我每次看见 美国的这些个 在黑暗身处 顽强挺住的 真的是刚强壮胆 挺住 意味着一切的美国人 我真的 我觉得 哎呀 不一样 人家的人生的境界 人家的价值观 人家的做事的方式 人家的人生的目标 人家做事的那种气度 勇气 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 真不一样 不是一内人 真的是 我现在有点明白 圣经里的话 圣经说你 什么 信与不信的人 不能同 同夫一额 所以这个东西 你把它理解以后 你真的 你在任何时候 你都不会放弃 任何时候 你都挺住 真的 你知道你的话语 你知道你的行动 是符合上帝的话语的 所以他们不放弃 太令人震撼了 我还看到 这四个好消息 不是有13位 年轻的不能再年轻的 才20岁 有个人才19岁 士兵不是去世了吗 是不是 现在要给他孩子 妈妈 那妈妈看上去年轻的 肯定比我年纪小 哎呀 想哭你知道吗 然后想上去安慰他 真的 这么个年轻的母亲 失去他 他的更年轻的孩子 儿子 哎呀 真的是 还也不行了都 但是转头 往下面继续观看 发现一个非常让我 在无以复加的悲伤的 语境下面 使我能体会到的无以复加的喜悦 就是这个年轻的妈妈说 就拒绝这个白书记到场啊 我不需要你 你不是我的总统 老川才是我的总统 然后我希望老川能参加我的儿子的葬礼 哎 结果老川马上就在佛能里达就发言回应了啊 他说如果我是总统 你的儿子不会不会有任何事情 会平安的回到美国 所有的美国人都会平安的回到美国 所有的武器 美国的武器都会平安的回到美国 最后才是军人离开 哎呀 那一时间真的是 我这个人有时候情感 有时候就涌上来的 就无法抑制啊 就是你也可以嘲笑我 就我这个人其实是也有点就脑袋一根精的 我说我无数次我的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经历啊 咱就不重复过去的故事 咱就重复我现在做油管吧 我跟你说 进入九月份以来 到了什么程度呢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也请教过这个油管方面的工作人员 跟他们做个交流 他们也给一些个很台面的官方的说法 也没什么太多的理由 就是每做一期视频 都是黄标 怎么怎么改也不行 你说我 你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说话已经没那么嗨了 是不是 没那么就是性马油浆了 没那么这个这个嘻笑中骂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会各个都是黄标 我现在我的后台已经压了好几支影片了 都没放出来 因为处在一个申诉的状态 而他要七天才会给你一个答案 有时候七天也许还给不了 我一共申诉十几支影片 现在回过来的有五支影片 四支影片已经通过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都是已经通过的 那些还在申诉状态的 他仍然处在黄标的状态 我放车我一分钱都没有 我就白忙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压着 这压着也不行 因为他是有热点的 热点一过去 我再放车也没人看了 所以最近我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 然后我知道我也还算是一个新手 所以我就赶紧去问了其他的 也不叫问吧 就是去看了其他的人 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经历 我看很多人说都是被黄标这个东西搞得是焦头烂额 有的人是还失眠 有的人是连续一个月两个月的 都是全是黄标 还在坚持 所以我想说什么呢 我最近会调整一下我的这个频道的风格 会讲一些安静的话题 看能不能够避开 比如这期 我讲讲美国 我不讲中国了 看能不能避开 也许又是黄标 没关系了 我会坚持的 我刚才上来不是说了吗 挺住意义的一切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无论是黄标还是没有黄标 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我们一起往前走 一起去分享圣经 一起去思考一些以前没有思考的问题 因为我一直认为 中国人最应该需要思考的 就是我们怎样认识自己 因为一个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人组成的 人不行做什么都不行 制度不是最重要的 人才是最重要的 而人它是一个观念的载体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个事情 我也感到很高兴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的一个 这些年的最大的一些一个关键词 观念在前 对象在后 信仰在前 人的行为在后 真的 我不试图去说服所有的人 我甚至不试图说服99%的人 但是我试图有1%的人 100个人有一个把我的话能够觉得有点意思 我就开心了 如果说有人因为看了我的视频 觉得我这个人不装比较真实 觉得我的这个看似那家常的太不像新闻联播的这个节目里面 还能卷入福音的意思 有的人竟然去去了教堂 有的人甚至受了洗 成为了上帝的孩子 那我就太高兴了 总之啊 真的是道路长 俗且长 中文的古典词 真的是 我还是会一楼走下去的 再多的黄标也不能改变 因为言论自由啊 我不能因为没钱了 我就是放弃我的言论自由 再说 关键是我不知道怎么放弃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怎么说 才能通过他的这个后台的审计 这是个很荒谬的时代 你知道吗 因为他不是人在跟我说话 他是一个机器在跟我说话 这个机器看上去很愚蠢 你知道吗 很搞笑 而且他定期 他会重制一些个 重新设计一些新的算法 你根本就跟不上来 所以有人说到吗 一个人工智能的东西 可能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不会哭 他不会笑 他不会悲伤 他没有关于死亡的恐惧 所以我们人是很宝贵的 一定要记住 我们人是很宝贵的 我们现在的是 与一群机器在作战 所以每一个YouTuber 都是大战黄标 其实都是大战人工智能 这是一个怎样有趣的时代 让我们挺住 挺住 意味着一切 像美国的那些爱国者一样 他们太了不起了 我真的佩服他们 我希望这一辈子 我能学到他们的十分之一 我就不枉此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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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